剛洗完澡男子走出林奕娟拿毛巾 下一秒還在洗澡的未婚妻突然大聲尖叫 他衝上前一看居然是泳池救生員 拿著手機在門口偷拍 怎麼也沒想到在自家泳池也會遇到偷拍色狼 事後回想才發現他的刑警從一開始就很詭異 事發在新北市三峽一處社區 這處淋浴間不分男女設在泳池廁所的旁邊 救生員當時站在女廁外的台階上偷拍器的報警 還發現他在泳池旁徘徊不斷使用手機 似乎也有目的 閒發向警方坦誠偷拍 這名三十歲的陳姓救生員只是兼職 當天就被開除 只不過住了十年的社區竟然碰上偷拍事件 完全不敢再去游泳 已經決定提告 畢竟怎麼也沒想到 救生員不是守護游泳住戶的安全 竟然還趁機偷拍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